說雖然這個國民黨的反感度很高 裡面有一些這個支持者 很氣國民黨 但是呢有一些我就算氣 我還會一搏一搏 我還是會去投國民黨啊 但是重點是 這些人你還能期待他嗎 還有多少啊 你怎麼看國民黨的困境 各個政黨包括民眾黨 他都會有所謂的基本盤 你講的就是說 各政黨的鐵票 就是他基本盤 他會一搏一搏 以前是推輪椅他都會去嘛 那如果我們把支持度 用窮跟富來比較的話 那國民黨當然是窮嘛 敗家值很多啦 不要在那邊推來推去嘛 亂分析一通 你看本來那有人亂分析 有人嫌票多 有人推責任嘛 業與避之就這樣子嘛 那謝龍介還在分析那個韓國瑜 而且把韓國瑜做低啊 做空到他只有3.5%的鐵粉 而且還要跟民眾黨分 哇這是什麼分析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支持度來講 他不能夠反映到現在的政治縣市 不等於他們在基層的一個基礎 我怎麼說呢 你現在嘛國民黨至少 還有14個縣市的縣市首長嘛 對不對執政的 然後你再去看地方議會 就連像我昨天訪問陳志忠 他講到高雄市議會 我們都以為南部是屬於民進黨的天下 可是算席次在高雄市議會的席次是藍大於綠 你不要以為說藍的就弱到就是說 用支持度一層多來形容他 沒有那麼衰啦 當然你支持度這個數字擺在這邊嘛 他是一個對政黨的一個 等於說一個一個好物 好物嘛 所以反感度很高 這要重視 而且七成青年的青年人當中 七成是對你國民黨反感 嚇死人了 對 所以七成接近七成嘛 接近七成 你看那個20到29歲 年齡越低反感度越高嘛 你都已經有將近七成的年輕人 對國民黨反感 然後楊泰孫老師 我也是覺得他很帥 很某種程度政治的專業 可是你分析起來你一棒子打死 你是嫌票太多了嗎 是啊 你講十八歲以下的年輕人 只會人云亦云 接收錯誤資訊嘛 你這樣所有的年輕人 被你講到了 你是嫌你們票還太多了嗎 是啊 他代表智庫 他是在分析修憲的時候 要不要把投票門檻 降為十八歲 因為我們的公投 我們十八歲都可以投了嘛 你最好是十八歲 而且西方很多國家 他們都十八歲 也不會說十八歲 你就一概而論 他們就是空耶 所有接收到的 他們那個資訊 都是錯誤的 只因為他們不支持國民黨 就被你講成這樣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謬論 那就是國民黨衝刺的 就是這些人嘛 你想那個李德維 我會同意剛剛 我們周老師的分析啊 你誰啊 這種黃黃泉的 其實我罵周永 立委 你誰啊 你以為你是政治分析家 政治評論家 你很厲害 而且你看他這個很低 說什麼 十個台灣人中 有六個討厭國民黨 國民黨最近有做什麼壞事 你們沒有做壞事 如果按照你的好壞標準 有做敗事 就是公投一路輸 從公投輸到罷免 中共補選都輸了 你還看眼中還沒看到其他的 你就只要好壞 然後這樣分析的 那趙康先生 這個內鬥欄 現在可以確定內鬥欄 指標就是每次都 指向那個周立倫 那到底要幹什麼 你是為了提高收視率 還是說你真的 都聽你的 譬如說 他把周立倫罵得像 兒子的哪一題 就是那個核食到底要不要進口 他們一定要講核食 我也覺得民進黨服食 他怎麼會是服食 你就要輔導食品就好了 朱立倫想走一個中道路線 說如果符合標準 那本來就是要科學證據 不然你們為了戰鬥而戰鬥 對不對 為了幹一架 你什麼都反 那這樣的話中間選民 怎麼會跟你們靠攏 那所以朱立倫想要說 那你如果符合安全標準的話 我們或許可以同意 不行 就是要反對 反核 反核實 就是公投就這樣 他們以前自己推出來的 對不對 使坐擁走這樣 後來自己反自己啊 自己反 過去國民黨的政策都不管 所以搞得矛盾 可是這次又來了 他以為就說只要跟國民 民進黨在那對立面 幹一場 幹一架 然後這樣分輸贏 就會有選票 哪有這樣子 江山是這樣打下來的嗎 那再加上光譜 你還是沒有辦法往中間位移 反而越來越往 往那個中啊 也是中啦 往中國位移的話 那你這樣沒有救了嘛 那我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提這一題 因為我昨天看一個訊息 我希望後來的發展 更加確定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這樣 就是他們不是常說 那中國常講啊 他們國台辦講 那哪邊都沒有進啊 為什麼要開放 台灣是我們的一省 所以為什麼要開放 我告訴你為什麼 中國現在也在考慮 因為他們要加入CPTPP 他們已經申請了對不對 他們也考慮要開放 何時咧 那你們國民黨怎麼辦 對 那你們怎麼辦 到底誰對誰錯 所以就 當然沒有個共識決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整個民調 你說因為這樣子 民眾黨就要取代國民黨 沒有這麼簡單 我剛剛分析 國民黨的基層 它還是有它的實力的 民眾黨有什麼 那麼容易的 就搬出這個數字 然後就說我們贏啊 那只是說 今天看板沒有一個人 就好大兵嘛 好大兵 那就好天兵嘛 對不對 你搞到基層跳腳 然後 剛剛那個丁學友講 我訪問神父熊 你知道任人在節目中罵就算了 他們有一個聚會 通到好龍兵 他就指著好龍兵說 我要指著你 當著你面 把臭罵一對 他就開始罵 好龍兵也賠笑啦 就是說 你只要在電視上 不要講到是我 我的名字就好了 誰不知道 你提這個藍白盒 那是 對不對 敢提還不敢人家講 對 我說你怎麼會提出這個 你是沒有舞台 要找舞台 然後沒有聲量 要找聲量嗎 人家才講 沙咖度 我都勇往直前 結果你給他唱 所以說 不行了 要失火囉 要有危險啦 要藍白盒啦 我們自己選不行啦 我們要去借錢啦 我們去跟民眾黨借一下 我們跟他求饒一下 我們再割幾個州給他啦 這樣怎麼我們才能贏啊 但是沒出息 而且沒出息 要你們自己人罵 你知道嗎 那不然你在錯 蔣萬安的士氣 你當過台北市長 你不容許人家當啊 你自己當過兩任的 你蔣萬安要選 你搞什麼 你是臥底的還是什麼 然後結果這個罵 國民黨沒出息 應該自己人罵 就變成民眾黨 反江泥軍 你沒出息啊 像黃善事出自 你同門嘛 同系嘛 對不對 同恩是藍英出身 他反罵你 這怎麼沒出息 要是我 我是離家的小孩 我看我們家大哥 來跟我借錢 那我也沒什麼錢 那你還來跑來跟我借錢 我會說你有沒有出息啊 你有一點出息吧 你跟我借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這種感覺 那講到川 如果國民黨不改變 他們的路線 只會罵罵罵罵罵罵 然後只會站站站 只會鬥鬥鬥 那你說這樣子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出息 這個政黨 它就越來越薄了 那剩下只是水人夠死人 誰在基層服務好 你說那個基層服務 就算是縣市議員 我就不相信會搶韓國瑜去站台 空人你在基層服務 你說我們是韓粉 我們就是這個族群 我們就是這個同溫層 我就是 孝雄那一滴滴 還剩下一滴滴的那個 韓國瑜熱度 然後我找他來站台 然後站到其他票都跑掉了 會這麼笨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亂了套了 然後那個猴子當大王 你有沒有聽過 三中五老虎的時候 就是這些猴子都當大王了 那你就找不到一個解方 就看到國民黨就是 對啦給我們很多題材啊 對啊